先請教鳳馨姐 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個 國際的大的局勢 等一下我們會來談 賴清德裡面談到的很多細節 賴清德本身 他現在所遷遞出來的訊息 就是強硬的訊息 不管對外對內頭都是一樣 正告大陸 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絕口不提大陸地區 雖然他願意提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他沒有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他沒有用中華民國憲法 來定義兩岸之間 也沒有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是他非常強硬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像股市裡頭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 從他開始講話的11點 10點58分的最高點 然後開始他一路講話一路跌 一路講話一路跌 尤其是觀光股 那個很快速的那種 急劇的像懸崖一般的掉下來 反映的就是業者新涼了 就民眾新涼了 發現說原來兩岸是如此的強硬 國際上他如何來看待這個強硬 當然我們知道說現在 美國對於台灣來講 這是隨時玩弄在手裡頭 要你強硬就強硬 要你不能強硬就不能強硬 現在拜登他基於他的選舉需要 他不能夠讓台海發生戰爭 所以他全力的控關賴清德 我們可以預期在11月7號之前 也許不會發生任何的事情 但是11月7號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國際大局勢 那麼如果說是川普當選的話 其實各位如果注意 其實川普還有包括 他最貼身的一些幕僚 對於亞洲這件事情 他們都是要求 亞洲各國請自備糧食 自備軍糧 就是所有的軍事上面的支出 你們自己支出 他對韓國也是這樣喊話 而且要縮減駐韓的美軍 我們來看歐盟 然後在上個禮拜很特別的是 歐盟的外交及安全 最高政策代表伯雷利 等於是他們的外交部長 人家就問他的是說 台海衝突然後歐洲要如何 你就去回答台海衝突 歐洲到底會如何的應對對不對 他特別強調說 在他們的定義當中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是遵守一個中國的情況之下 然後來應對台海危機 他們不希望台海出現危機 但是他刻意的把這個框架框進來 在賴清德就任的前夕 他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看新加坡說 這個新上任的新加坡的總理 黃巡才他說 新加坡不會被台獨玩弄 不會被台獨牽著鼻子走 而我們現在看到韓國積極的 要去推動的是中日韓的高峰會 因為他們的四月份 國會選舉執政黨敗了 然後他們發現到說 川普有可能當選 川普當選了之後 會要求縮減駐韓的美軍 我現在講的就是我們周遭的情勢 如果說今天蔡英文的八年 其實他不是維持現狀 他是改變了很多現狀 那麼他改變了哪些 改變了包括了海峽中線不見了 包括了就是現在兩岸之間 從彼此之間的和諧交流 到現在是戰火密布 這整個的變化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可是我們看到賴清德 其實採取的是一個 更加嚴厲的態度 我必須說今天也許是安全度過 也許我們到年底之前 因為美國大選的那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大的範圍之內 還勉強維持著和平的這一個面貌 但是之後我覺得每一天都是變數 這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好的心理準備 因為這也是國際上面 看待台灣的方式 首先蔡英文上一次 剛剛接任的時候 她還試圖在 不要落入九二共識的 這個四個字的框架裡面 試圖說我們也認知到 確實九二年有一個討論 大家能不能在民進黨 也有民進黨的立場 能不能再找到一個 共同的基礎上能夠對話 所以當初她因為有主動提出來 這樣的一些說法 所以大陸方面她會認為說 我給你關其心 聽其言 我還要關其心 你試圈再打一下就等於說大家在觀望 這一次我覺得賴清德沒有任何觀望的餘地了 首先大陸早就把她定性了 因為她是一個自己說的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們甚至把賴消配叫做毒上加毒 這個印象你如果要從中國大陸把你的招牌摘掉 其實你還要做出相對的一些努力 這第一個 可是並沒有看到她在這次的演說 做出這個努力 我覺得她這個演說 如果說以兩岸關係的角度 頂多她讓全世界 包含美國在內的一大堆人 可能比較安心的是說 她沒有意思要去發動法理台獨 雖然她並沒有說 我要凍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可是意思她沒有要去搞法理台獨 這件事情是明確的 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另外還有一個紅線 叫做外國勢力介入 可是這個紅線到底怎麼界定 這件事情大家都還在打模糊仗 這也是為什麼所謂 美中共同控管台海危機的一個基礎 就是美國你到底深入到什麼程度 你才叫做打破這個紅線 可是我覺得今天 非常可惜的是賴清德 他聽美國人的話 聽民進黨獨派的話 剛才俊義兄在廣告的時候 還開示我們說 他今天講話 他要安撫一下他家的 獨派 要說給他們 生活比較鬆快一點 開心一點 安心一點 但是問題是 今天台海危機 你如果真的要守護和平的話 你要聽誰的話 你要聽聽看習近平講什麼 習近平利用跟馬英九的會面 他已經在我的觀點 他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他已經認為說 很多的政治問題我們確實可以擺一邊 只要大家來認同說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 炎黃子孫 一家人 那就沒有什麼不能談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對賴清德很困難嗎 對不對 他今天來說 他別的也不用說 他只要講說 我也認同說我自己的祖先 我的血緣 我的血緣 對不對 至少是不是大陸方面 就不會來跟你救 你是不是還是台獨分子的這件事情 第一個 他就不跟你計較了 這事情提也沒提 第二個 他卻不斷在提什麼 他卻不斷在提說 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以及不管如何 中國對台灣的併吞的圖謀 都是不會停止的 你這樣子講了半天 你不是就是要去跟人家吵架的嗎 你這樣子跟人家吵架的角度 你雖然說我們共同 應該來倡議和平 我們應該可以來開放觀光 可以來幹嘛的 可是大家一看到說 你不斷的在強調 他對你的武力威脅 甚至不願意接習近平的一個 我覺得他已經相當簡單的 很輕鬆的 沒有政治條件附加的 只是屬於民族認同的一個 橄欖枝 你這些都不要 然後你還要強調說 他就是對你只有壞心腸 這個接下來的推演 大家就只能說 只有繼續玩假 對不對 只差國際局勢 股市的情況會不會演變到 當然和平派非常的失望 股市也當然會下跌 從這樣子你要覺得說 中國大陸原本可能會配合你 想要多給的一些善意 是不是也因此就沒有了 至於我覺得對國內沒有投票 給他60%的民眾 更加的令人失望了 因為禮拜五國會才打成那樣 你如果今天要強調國會 你是不是應該對禮拜五的事情 做一點處理 沒有 他仍然重申說 民主精神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可不可以說 我不會讓民進黨繼續再打架 請教佛行姐 當然看到尾盤 其實是有拉到翻紅 但是觀光股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觀光股之外 還有航運 當中的航空股 你都可以看到從上漲 然後一路打到下跌 而且如果你去看市場的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一邊是賴清德在演講 因為它從10.58分開始 然後這一邊的股市 就從10.57分的最高點 就開始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它講完的時候就開始翻黑了 然後就突然之間的 觀光股就大跌 我覺得這就是市場 所反映出來的一種 對於兩岸旅遊開放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是失望性的邁牙 我先不要講絕望 就失望性的邁牙 因為之前其實期待非常的高 但是賴清德 他其實是非常強硬的說 要求對等 在對等的情況之下才准開放 所以這種對等才准開放的情況 其實所有的旅遊業者 或者是甚至於股票的投資者 他們就知道說 那就很難了 因為你現在只能夠 藉由單方的開放 而這個開放是說 我先開放你過來 我開放 或者開放我過去 用這樣的方式 逐漸的堆積善意 但是他不要那個逐漸堆積善意 他要的就是一步到位 而一步到位的前提又很凶狠 所以大家就覺得失望性的邁要出爐 其實當然我這邊稍微的 因為我們中心點都放在兩岸 但我想要特別提一下就是 其實對賴清德來講 本來未來前景就是非常的艱辛的 因為台灣 如果你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有幾個問題是 很需要他來解決的 一個是兩岸關係的惡化這件事情 使得我們的民間投資一直都是富的 這幾年的成長都是負成長 並不是正成長 股市雖然很好 但是其實那個是 上市公司賺很多錢 但是上市公司 他遍布全世界的投資 所以他的整個的投資 這包括外資投資是富的 理由很簡單 這兵凶站委 為什麼要到你這邊來投資 直接投資 而不是那種金融上面的投資 第一個說你大環境 你必須要讓它有一個 和平的大環境 第二個就是 我們其實那個 直走天峽的這個路 已經非常嚴重了 就是我們靠著AI 靠著半導體 這就是吃老本 因為這個老本是從 1980 1990年代的時候 開始建立的半導體產業 我們吃到現在 在這之外 我們有什麼其他新的產業嗎 我們有看到新的產業亮點嗎 台灣不能夠1000萬的就業人口 全部都去做半導體 剩下來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 非常嚴重的長短角 半導體走得很遠 但是我們其他的產業 就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從業人員的那個 你看到別人的榮華富貴 可自己沒辦法享受到 但是物價被帶上去了 所以這個偏俠的走勢 其實是他需要來矯正的 可是你看到 他的五大信賴產業 前兩個還是半導體跟AI 現在看起來大家會覺得 唯一有亮點的是軍工產業 這是一個很諷刺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不是只是 兩岸觀光旅遊這件事情 台灣有能源缺乏的問題 台灣有國際環境上面 被視為兵凶站為地方的問題 台灣有發展偏俠的問題 我必須說賴清德的演說當中 其實除了兩岸觀光 要有前提的對等開放之外 一樣都沒有提到 正是因為從1999年到現在 已經過了25年了 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很久了 對 結果民進黨還繼續停留 在那個時候的訴求 這不是很令人覺得很驚恐嗎 尤其是兩岸已經兵凶站圍到這邊 剛才撿的那一段三岸的話 各位沒有覺得過去20幾年來 聽民進黨的所有野台場 幾乎都是這樣講嗎 台灣是我們的母親 母親 因為台語我不是很會講 我們一定要擁抱他 我們一定要愛護他 一定要偉大的母親 我們要向你致敬什麼的 你這個有必要在今天 你的40%鐵板一塊 那些人打死不管台灣缺電 窮到什麼程度 所有小孩子都到戰場送死 這些人都會繼續投你 你還需要對他們訴求嗎 今天賴清德的 要在520就職演說 他的目標是什麼 對外 美國已經表示對他的支持了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訴求對象 是要緩和跟對岸的緊張 所以你要有一些話 是針對對岸來喊話的 8年前的蔡英文懂得這些 結果8年後的賴清德 你為什麼不懂呢 第二個 你對內來講 你今天是講去給你台獨派 這個心裡爽快的時機點嗎 你那個野台場 你已經不曉得講了 幾千百場了 你講那個台灣了不起 我們擁抱他作為我們的偉大國家 什麼的 這個你們的所有的競選場 不斷在放送 你講了25年了 你今天可不可以講一些 對於60%沒有支持你的人 心裡可以安全 安心一點 不會覺得說我們台灣 因為真的選舉制度有問題 我們這個民主有缺陷 所以我們少數總統 就可以凌駕在我們多數的民意下 然後立法院 明明我們已經掌控了 國會的多數 已經反對你民進黨的 很多的主張了 然後民進黨不洗用暴力 用血血 而且還要用群眾 來威脅這些多數黨的立法委員 剛好兩位坐在我旁邊 希望你們明天不要害怕 還是要堅強的守護主席台 還是要堅強的守護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台灣你還要鬧到怎樣 結果今天該是520就職 你應該要訴求的對象 一個是緩和兩岸關係 你沒有做到 你把它當成民進黨的選舉場 講的就是李俊逸給我證明 25年前以來 民進黨一路講來的話 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的改變可言 你有任何的大格局可言 沒有 然後對於內政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排除掉立法院 跟排除掉兩岸關係 60%民意最不滿的 就是你能源政策 就你能源政策今天講什麼 有沒有任何承諾 對於核電的問題 沒有 他只有講說我們仍然要 倡導多元的綠能方案 然後他又保證不缺電 問題是誰會相信你 剛才甄宇講得很好 不期不待 誰有辦法期待 因為蔡英文已經講 我們不缺電 不漲電價講了8年 結果都是騙 全面一場空 既又缺電 然後又漲電價 桃園已經停電 停到爆了 然後新北市也開始停電了 現在馬上接下來 就要輪我們台北 我們現在還沒有熱 這幾天還老天保佑 我們還沒有過30度 等到我們38 9度 所有的人都要冷氣全開的時候 你看看你會不會掉電 你會不會缺電 的確我們希望聽到 賴清德以一個總統的高度 做全民總統團結台灣 那樣的高度講出一些話 可惜 真的非常可惜 今天我們聽到的是 熟悉的賴清德 在選舉場合講的熟悉的話 我先講一下 就是國會的這一幕 當然我知道說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現場 可能覺得非常的憤怒 但我想把時間場景拉大一點 他真的會讓我想到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納粹能夠掌控德國 之前非常知名的國會縱火案 為什麼要從這件事情開始說起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民進黨是整套準備好的 在場內是暴力 然後是衝突 是癱瘓 場外黑鷹學院的這些學生們 其實是已經被集結了 黑熊 對不對 黑熊 對不起 黑熊學院的這些學生們 被集結了 我先來講一下 1933年那一次非常有名的 德國國會的縱火案 其實它反映出來的 就是那時候對於 國會的癱瘓無能而感到不滿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 整個內部的一個爆炸鍋 就爆起來了之後 那個多次的縱火 當然是故意的 最後形成了納粹崛起 你先來回頭來看 這一次民進黨準備了全套 為什麼剛剛講說說 東部的那一個建設案 事實上從頭到尾那不是禮拜五的 要去表決的法案 而且柯建民還在前一天 刻意在朝野協商的時候說 我們把這個案子 拉到第一案好不好 他要拿這件事情 去誘惑國民黨 國民黨不肯上當 國民黨拒絕 他說國會改革比較重要 所以只討論國會改革 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側翼繼續演出 就是把那一天所有的打架 全部歸於東部建設案 因為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這件事情了 然後第二個是 他說要理性問政 這邊賴清德說要理性問政 但是那邊是誰連排隊都不排 從場外一直打到場內 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你要理性問政 好歹讓大家坐下來開會吧 他是連排隊都不排 故意在場外的排隊的時候 就給你整個攪亂所有的行程 讓你整個就是從場外 一路的打到場內 你為什麼連排隊都不能排 連數人頭都不能數 他們到底對國會改革案 有多麼的心虛 才會前面要用東部這個條例 然後來希望掩蓋 擾亂視聽 然後後面要去污名化 國會改革方案 然後同時他要用場外 一直打到場內的方式 說國會沒有理性問政 請問一下是誰在暴力衝突 是誰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已經在場外料人了 打完了 第二天你就發現 側翼全面性的發動 律師公會突然之間就開始發動了 請問一下一個禮拜六 有任何的律師上班開會嗎 有任何一位嗎 沒有 可是律師公會可以發聲明 難道這不是準備好的嗎 所以你從他的一系列 場外料人 場內打人 然後等到第二天 立刻在週末的期間 要形成輿論風向 然後接著賴清德在520的時候說 請大家理性問政 遵守程序正義 我很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還會對於台灣的內部 和平問政有信心嗎 你還能夠對於賴清德執政底下 其實這一份民調反映出來的是 一個很重要的現實 雙少數總統不打算走政黨和諧的路 為什麼只剩下35%的支持度 你要知道陳水扁 而且也是雙少數總統 可是他在就職前 他的滿意度高達80% 為什麼他表現出真正的謙卑 我們不管後來 我選到還是要怎樣 但至少在2000年的5月20號之前 他是極為謙卑的 他只有短短的兩個月的時間 他拜會了所有的在野黨 所有的他的政敵 所有 他過去罵過的人 他全部都拜會了 然後表達出我願意請益 這樣的一個態度 工商界的或者是政界的 他全都拜會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是有心的要團結台灣 賴清德 你這次拜會了哪一個在野黨 一個都沒有 你只有告訴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反守圍攻 請問一下在立院黨團 在立法院的理性問政的場合裡頭 你要攻什麼 你要攻擊什麼 我現在不看連任那麼久 我現在看的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能不能運作得很好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也在這個節目裡頭 那時候俊毅也在這邊 他還特別提醒說賴清德 你這一次的當選沒有蜜月期 但我相信 俊毅你恐怕都沒有想到說 他的棋手勢會這麼的低 我們剛剛其實有看到 就是在TBS的民調當中 對於賴清德在當選之後 一直到519這一段期間 他的滿意度只有35% 這是空前的低 沒有一任總統在上任之前 是這麼低的 這麼低除了我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他其實沒有任何的謙卑 他並沒有展現出來 希望全台灣合作 團結的那樣子的一個態度 他沒有拜訪任何的在立黨之外 很重要你看到他的用人 他這裡面的行政院長卓榮泰 那麼對於卓榮泰 這個人事案的滿意度 只有三成一 應該就是我滿意賴清德 好吧 我就勉強同意他的人選 不是說卓榮泰這個人有多麼糟 而是卓榮泰過去 除了在政治上面 展現出對於民進黨的忠誠之外 他並沒有展現出來 在政黨合作上面 他做過什麼事情 他也沒有展現出 解決問題的能力 沒有 他過去的經歷 從來沒有一個解決 公共政策的一個 廣面的一個能力 都沒有 所以你用這一個人事案 民眾也許說不出口 可是你很清楚的看 你看到他是為了要去 安撫民進黨內部 我要擺平民進黨的政治 派系 但是台灣未來的開創性呢 我跟你講這麼低的 一個行政院長的起手勢 這也是非常少見的 而對於這些內閣裡頭的成員 好 甚至於比卓榮泰 稍微高一點 34% 這裡面多多少少有一些 其實甚至於是我的朋友 我覺得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 對 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 但我們最後來看 有沒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只有20%所有耶 50%沒有耶 所以賴清德不只是沒有辦法 讓台灣團結 很重要從他的人事 民眾給了一個很不及格的一個分數 賴清德你自己要好好的加油 如果你真心看了這份民調 你會知道說你要做的事情還太多了 我不關心你到底能不能成功 我關心的是你的不成功 台灣其實會被拖累的 我覺得陳水扁是不是會出招 因為畢竟同屬台南人出身的賴清德 他確實期待會高一點 可是一樣的是蔡英文曾經試圖處理 但是蔡賴之間的溝通顯然有問題 所以讓他來不及處理特赦令 這個細節我們就不清楚了 不過我必須在最後這一段 我講一點我的感想 因為今天鳳馨講了納粹那個時間的歷史 讓我非常的感慨跟恐懼 因為我一直不明白 一個40%以及國會失去多數的雙少數總統 不肯做朝野和解 不肯拜訪外界 然後也不肯對於 不管是對岸或者是 國內政黨的政敵递出橄欖枝 今天坐在我們這裡 本來的主持人趙少康先生 上個禮拜還在抱怨說 你不管怎麼樣 我也是副總統候選人 你起碼就職典禮的邀請卡 不可以發給我一張嗎 他連趙少康的發一張邀請卡都不肯 就是說他所展現出來的毫無風度 然後完全不肯在小圈圈以外 為什麼他的內閣 剛才鳳馨已經把民調數字講出來了 那麼不令人期待 因為他就小圈圈 爛有有好 那麼雙少數總統還敢這樣硬幹 底氣在哪裡 我們真的不得不懷疑 他用的就是不光明的手段 他就開始要走21世紀 可是那個思維是當年納粹黨的做法 只是用的是21世紀的工具 譬如說網路搞假新聞 然後用年輕的學生誤導他們 來衝撞 來搞衝突 然後造成引爆了很大的危機 我覺得這樣的未來 不要說我們跟對岸 會不會中國大陸如何的威脅 我們光台灣我覺得自己 接下來可能烽火連天 也許是照片 同時及人生誤導他們 就會去推跑 結果是詞